各位好 我们来介绍全反射的特殊的概念 这是多层平行介质的全反射条件 这边有四种介质 介质1、介质2、介质3、介质4 它们是平行的 平行排列 然后 它们的折射率就是N1、N2、N3、N4 它们之间有三个介面 就是介质1、介质2的介面叫A 介质2、介质3的介面叫B 介质3、介质4的介面叫C 那如果今天要从介质1入射 然后在介面B 全反射 那要遵守什么条件 是这样的 我们先做斯坦尔定律 用C1入射 然后折射角C2 所以就可以写N1S1等于N2S2 接下来 从介质2再射入介质3 可是我们想要在介质3 我们想要在B介面发生全反射 所以就用我们 前面影片介绍的全反射的公式 或是说特性 就是入射角要比 连接角还要大的时候 才会发生全反射 好那很巧的是 很巧的是今天从介质2 进到介质3 它的入射角 刚好就是从介质1 进入介质2的折射角 这个是入射角 那这个是折射角 那为什么都写C2 因为它们是内错角 所以从1进入2的折射角 刚好就等于从2进入3的入射角 好然后 所以这边才会是 直接写C2 那入射角 比连接角 大于等于 这样才会产生全反射 所以N2 上面的这个N2 其實就可以 就可以直接移下来 就写成N2 然后它会比N2乘上 sinC2来的大 因为sinC2 比这个sinC2 还要小 所以两边同乘以N2 就可以变成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再用全反射的条件 就是从光密进入光输 2到3 N2乘上sinC2 就会等于N3 然后折射角90度 对不对 就是用临界角入射的时候 折射角会是90度 所以最后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一个式子 透过N2 sinC2做连结 把第一行和第二行 连结在一起 那就可以写成 N1sinC1 就会等于 N2sinC2 然后大于等于N3 那从这个式子 就可以来找出 在界面B 发生全反射的条件 首先我们看 这个2 2代表的是 我们把这三个部分 编号 叫123 那先看2和3 从2和3 可以看出 N2大于 N2 N2会比 N3还要大 因为 如果sinC2 是1的话 N2 就会 大于等于N3 那何况 sinC2不是1 它小于1 所以N2 就还是大于N3 这可以暂停 再自己想想看 所以N2 会大于N3 这个是发生全反射的时候 的条件 然后再来看 第一个 这个N1sinC1 跟N3来比 那也跟刚刚的做法一样 如果sinC1是1的话 那N1会大于等于N3 对不对 用这个和这个比的话 所以N1在sinC1 不是1小于1的时候 N1还是大于N3 所以这个整个式子 告诉我们两件事 就是 从介质1入射 然后到B界面的时候 发生全反射的条件 就是 N1 大于N3 介质2的折射率 比介质3的大 还有 N1 大于N3 介质1的折射率 也比 介质3的折射率 来的大 所以就可以总结成 介质3的折射率 就小于 介质1的折射率 也小于介质2的折射率 这样才可以产生 全反射 在 在B界面 就是介质3 即将要进入介质3的这个界面 发生全反射 它的条件就是 N3要比 N2和N1还要小 或是说 N2和N1要比N3大 不过呢 它这样子 就只有这个条件 并没有说 N1 N2谁要比较大 没有说N1 N2谁要比较大 只要 只要N3 比N1和N2小 或反过来说 只要N1 比N2 N1和N2 比N3还要大 这样子 在N2到N3的这个界面 就会 可以全反射 好 那以此类推 如果再继续从 如果今天 不是在B界面 发生全反射 而是在C界面 发生全反射的话 那 从1射入2 再从2射入3 前面的这几行 都是斯莱尔定律 就是 N1 等于N2 等于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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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都斯莱尔定律 然后 跟刚刚很类似的 跟刚刚很类似的 最后在C界面 要发生全反射的条件 就是 N3 sin θ3 然后 大于等于N4 乘上 sin就是度 那这时候的θ3 不是折射角 而是路射角 可是 因为 从2到3的 折射角 就刚好是3到4的路射角 所以 这边也会是写θ3 所以 跟刚刚很类似的 我们刚刚不是有得到这个吗 在 这个 2和3的界面 它的全反射条件 是N2 sin θ2 然后大于等于N3 那现在 我们在C界面 就是 介质3到介质4的 这个界面 发生全反射的条件 就是 N3乘上sin θ3 然后大于等于N4 所以 这样的 式子 就可以让我们找出 在C界面 全反射的条件 那一样从3和4 我们可以得知 N3比N4大 然后从2和4 可以得知 N2要比N4大 因为这个sin θ2 是小于1的 所以 N2 如果这个 大于等于是成立的 那 这个比较一下 比较一下这两个 就可以知道 N2是比N4大 所以以此类推 N1也会比N4大 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 就是 要在C界面 发生全反射的条件 就是 在 介质4的前面三个介质 折射率 N3 N2 N1 都比N4大 这样就可以在C界面 可以发生全反射 好 所以最后就总结了 就是 要在某个界面 发生全反射的条件 是什么 就是这个界面 之前的 每一个介质 折射率 都要比 这个界面 接下来的介质 都要比这个界面 接下来 介质的折射率 还要大 有点 绕口令 就是 假设现在要 入射到 介质4 但如果要发生全反射 那介质4 之前的 每一层平行介质 折射率 都要比介质4 还要大 这样才会发生全反射 所以是这样的意思 N4 必须要小于 N1 N2 N3 才可以在界面C 全反射 但是要强调的是 虽然 N4 要小于 N1 N2 N3 才可以在C界面全反射 但是它并没有规定 N1 N2 N3 谁最大 谁最小 其实N1N2N3 的大小顺序 不会影响 是否在 N4 前面 是否在C界面发生全反射 那 转最后一次 就是 它唯一的条件就是 如果要在介质4 之前 就是 即将进入介质4的这个界面 发生全反射的话 那在这个界面之前呢 每一层界质 折射率 都要比这个 介质4的折射率 还要大 这样才可以在C界面发生全反射 好 谢谢同学